纽约市警察局表示 在当地时间的11号早上 在纽约曼哈顿港务局巴士总站附近 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案 纽约市警察局告诉美联社记者 犯案的一名男子引爆土质的管状炸弹 而这枚土质炸弹绑在他的身上 结果造成他和另外三名乘客受伤 索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警方已经逮捕这名嫌犯 并且在他身上搜出了第二枚爆炸装置 根据美联社报道 这起爆炸发生在美东时间11号上午7点30分 目前警方还在了解详细的案情 曼哈顿港务局巴士总站 靠近纽约42街和第八大道的 纽约地下铁ACE线 知名地标时报广场也在附近 目前这三线的地铁乘客都已经疏散 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表示 根据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回报 目前暂时没有中华民国国民遭到波及 住处将会持续掌握后续的发展 交通部观光局晚间也发布了新闻稿表示 目前观光局并没有接获业者通报 有台湾旅行团受到影响 观光局将会持续追踪 并视后续情况更新状况 那点那是什么 有点花 明镜长 海道 麻烦 不 有点热 每天